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选车款预付订金就有专人将车交到你手中 确认一下车身 车面 前面以及后面有没有受伤 即使检查车辆细节点交完毕签约就能立马上路 订阅周期三个月又多达六款可以选 平台成立五年多 2019年营收就达到三亿元 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平台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把他们的商品放到我们平台上 被透过订阅的方式被使用 这样子可以让比如说很贵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一台宾室可能要两三百万 那他每个月只要两万块三万块他就可以先开开开 解决顾客痛点其实订阅制在国外行之有年 台湾也已经运用在影音平台跟音乐串流上 汽车也推订阅与租赁做出区隔 可以一年换一辆不同的车开 长租只能固定开一辆 吸引年轻族群订阅 成绩庞大连车厂也在推 每一次热血沸腾都值得捍卫 如果品牌2019年首度推出订阅服务 月付1.8万元起就能开进口车 保险 牌照税等都通包 而日系品牌今年也跟进 旗下豪华车款月付3.3万元起 三年三辆新车轮流开 跟一般传统购车贷款比较的话 似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式 新兴订阅制提供弹性灵活的用车服务 不但帮车商活化资产 也给民众多了一种选择 创造双赢局面 让新创平台展露头角 三权许只穷幻想看不到